演唱 詞 浩瀚心海中 堅持一種夢 你手中的温暖 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 我与谁相逢 你眼中的温柔 是否一切都为我 为了遇见你 为了遇见你 我专起刺激 我穿越风和雨 是为交出我的心 直到遇见你 我相信了命运 这未来值得去努力 我相信为你 这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 为了遇见你 为了遇见你 我珍惜自己 我穿越风和雨 是为了遇见你 我相信了命运 这未来值得去努力 为了遇见你 为你 为你 是为了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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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你 你一向心无泡沫 坦坦荡荡 如今却被 卷入这样的漩涡 处在两架之间的 侠缝里 你该有多么的为难 你往日眉间的平塌 帅气的笑脸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阿正 你要坚强起来 以后的日子 就算没有我的陪伴 你也要多珍重 我会让你夹来 那你快点 我来的 我来的 你能夹来 我来的 你先冲 好 我来的 我来的 你 因为你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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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董事长 您的意思是 原本要交由程超巡先生继承的 由您独立出资的七间连锁餐厅 现在转由唐正先生继承 而您名下所拥有的山水集团的股份 也将由唐正先生继承 是的 这件事情就麻烦你尽快把它办好 好的 我知道了 董事长 我先走了 这是程家的财产转让同一书 是我之前片成无膳签字的 转让的对象是你的名字 只要签上你的名字 只要签上你的名字 那你就再不需要去看任何人的脸色 也不需要去做谁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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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爸爸就算死了 也死安心了 岳岳岳fert 这是你逼我的 这是你逼我的 �지不疯了 我 不许 你 大盲人 肯定没好好吃饭吧 快下来接受爱情变当 对不起 堂堂 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 我也不想断送我们的未来 可是现在 我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抄琴 工作很辛苦吧 这个呢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 就算我的手艺不好 你要把它制光哦 你最近忙的 连人影都见不到 什么时候空下来跟我约个会啊 劳意结合嘛 我听说爬山这个运动不错 我们这么一起去 你身体不舒服啊 那没有 在想工作的事 唐正的身世 你都知道了吧 你 是不是一下子接受不了啊 事情太突然了 我大哥 一下子就成了你的表弟 算了我还是坦白好了 我其实就是怕你这几天心情不好 所以特地过来看看你 别说是你了 我当时也吓了一大跳 不过你放心 我大哥人很好相处的 你应该很快就会喜欢他的 是吗 你们之前呢是因为太多误会 所以才会闹了那么多的不愉快 但是 我大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缺陷的一点就是 但是我跟他注定就是敌人 超秦 你想啊 现在呢 你们是表兄弟了 这样一来 我们两家的关系就更近了 也许 我们就没有阻碍了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好了 好了 大白天就在说梦话 你不是让我把东西都吃光吗 你拽我的手 我怎么吃 你快吃 快尝尝 好不好吃啊 再吃点这个 你这么开心地看着我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多吃点这个 唐正 唐正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你必须要在场 快 跟我走 来 来 来来来 就算爷爷求你 怎么回事 来 坐 各位 我想唐正 大家都应该认识 但是今天我要宣布的是 唐正 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孙子 亲孙子 亲孙子 山水 是我一手创建起来的 而且 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经营管理 这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曾聪明 杀害唐冠忠的事情 我想大家也都该知道了 我想大家也都该知道了 因为我的纵容 他才有了如此的野心 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他是我的女婿 我没有管好他 所以 我也应该要负责任 董事长 不要再说了 天外天的董事长 田在天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原本 我是不应该再说这些了 但今天我要说的是 当初天外天 在商业上 对唐家有些过激的行为 也是因我而起 这些新的产品 我们山水的总经理 程超群 所推出的新产品 这些新产品 是窃取了唐家的创意 这件事情 我事先是知情的 但是我默许了 所以近期 我会将这些新的产品 立刻下架 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秋游的专利权 原本也是属于唐家 这两件事情 我会尽快地登报申命 并且 郑重地向唐家致歉 董事长 你突然找我们来 说了这一大堆的家族恩怨 那我们听听也就算了 但是新品上市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产品在不断地生产 您现在要停产下架 那山水 是要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的 是啊 还要公开表示 是山水窃取了秘方 这样做的话 以后我们怎么在商界立足啊 对啊 说的是啊 这些我都考虑到了 各位的损失呢 都会从我个人的股份里扣除 不会连累各位 都是因为我个人的行为 使山水蒙上了污点 从今天起 我就引咎 辞去山水董事长的职务 辞职 对啊 辞职 对啊 对啊 因为我种种的行为 对唐政 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在计算完损失之后 我会将我名下所有的股份 转赠唐政 至于唐政 是不是要 以最大股东的身份 进入山水董事会 则由他自己决定 是吗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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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你不要这样 对不起 是我让你 要面对选择了 这并不是一种补偿 而是一个身为 悔恨的祖父的一点心意 至于你以后 如果你愿意进入山水 我很高兴 如果你不愿意 我也没意见 你自己做重吧 可是 山水是你医手创立的 你这样会 你不是说过吗 虽然 略夺来的财富 有什么好炫耀的 我又有什么资格 摆出一副 施舍者的模样呢 那是 我一时冲动 不 上次你说得非常对 人活到这个年纪 活到今天 我才明白过来 我说 董事长 那您说了这么一大堆 就是想捧唐正上位吧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要不要做 由唐正自己决定 您是公司的创始人 又是最大的股东 怎么能说这么 不负责任的话呢 唐正要是随便 并把公司的股份 卖给了外面的公司 那山水岂不就是 改名换姓了吗 就算他不卖 凭他这点本事 怎么领导山水 你要是觉得 身体不济了 要退休 我们大家 也没什么意见啊 总经理年轻有为 您为什么不选他呢 就因为他不是您的亲孙子吗 好了 总之 我是不会接受的 你不接受也要接受 我已经决定了 好 这 不用再争了 成如山所有的股份 已经在我名下了 你说什么 爷爷 您好健忘啊 你已经把所有的股份 转赠给我了 现在为什么 还拿出来做人情 这是当初 你签给爸爸的同意书 你好好看看 可恶 可恶 曾聪明竟敢一再地骗我 父子居然联手要图谋山水吗 爷爷 山水是你创建的没错 但多年连苦心经营的 是我们所有股东的心血 您现在要把这份股权 转让股堂正 这就等于 治山水公司的生死于不顾 我是在替你救公司 你 朝全 你辜负了 我对你一番苦心栽培 你居然跟你父亲 你们父子俩居然狼狈为奸 你 你究竟还是不是我的子孙 苦心栽培 栽培完了给别人做嫁衣吗 一直以来 我以为我只要自己够努力 就能够得到你的认同 但事实上 你根本就是个自私无情的人 这是你最有应当 来 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爷爷当初亲手签署的授权书 现在我是山水最大的股东 我现在以大股东的身份宣布 要求现任董事长辞去所有职务 并于近期 我会通知传媒 山水将会重组 混蛋 我成如山 没有你这个子孙 爷爷 现在可是你先不认识我的 朝局 你这么做 你不怕天打雷劈吗 虽说家丑不可外扬 但既然爷爷现在不认我 我也没有办法 从现在开始 我跟程如山断绝祖孙关系 程如山所有的言论只代表他个人 与山水有关 你 你 如果他再发表什么 诋毁山水信誉的言论 我只好诉出一方 你 这种没着良心的话 你也可以说得出来 对不起 我们现在要商讨公司的机密 请两位无关人士 离开会议 你 程朝君 你会后悔的 我会有 董事长 董事长 我老董事长 董事长 这 你啊 堂长 怎么样了 孩子抢救中 奶奶 怎么会这样啊 好好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他早上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这一次他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 怎么会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你爷爷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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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不会有事的 刚刚医生说 他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董事长吉人天下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还是不肯叫他一声爷爷 哦 对了 朝群 他真的偷偷地夺走了骨粪 当众把你爷爷赶下了台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朝群怎么可能做这么大拟不道的事情呢 如山是他的亲人哪 除了他的爸爸妈妈之外 他是他唯一的亲人 他怎么可以 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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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朝群 朝群 你是来看你爷爷的对不对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你心里 还是很疼奶奶爷爷的 朝群啊 你快告诉奶奶 你不是有意要做这件事情的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你 你是有苦衷的对不对 什么苦衷什么误会 什么误会 最大的误会就是我一直相信我才是你们最重要的亲人 可事实上 这不但是个错觉 而且还是个笑话 是 朝群 你怎么会这么想哪 你确实是我们的亲人哪 只是 只是还有个人比我重要的 可笑的是 你们对那个人掏心掏肺 不惜一脚把我踹开 而这个人 到现在连一声爷爷都舍不得喊出来 没有啊 朝群 没有啊 我们 我们没有把你一脚踢开啊 只不过 只不过唐正 他是我们的亲孙 那你 你也一样啊 没有什么一样 根本就不可能一样 你问问他在里面 那个高不可判 不可侵犯的程度 你问问他我承朝群到底是什么 唐正的替身 承如山的傀儡 一辈子被人操纵的木 我忍其吞生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我到头来只不过是在替别人做嫁仪而已 你们已经找到你们想要的人了 你们就一家团聚吧 而我 我现在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你 你 抄群啊 本台最新消息 今日山水集团遭逢重大变故 公司的总经理程抄群先生 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忽然亮牌 声称他已经得到公司原董事长 程鲁山先生名下所有股份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程鲁山先生经文这一消息 当场晕倒并被送往医院治疗 目前情况不明 据山水内部相关人士透露 此次动荡的原因 与原董事长程鲁山先生的指定继承人 有一定关系 具体事宜 还要等到我们做进一步的确认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您的酒 您的酒 走 为什么 每个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好像大家真的都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其实 你们真的不明白吗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试图去理解你 可是我不敢想 我不敢让那些可怕的念头 冲斥我的脑子 破坏我们好不容易 建立起来的信任跟坚持 你不敢想 我可以替你去想 你不敢说出来 我可以替你说出来 承朝群知道自己不是真名天子 他不能忍受别人 尤其是你大哥 夺走原本属于他的一切 所以他在别人踢开自己之前 他要让他们一无所有 这就是为什么 他不跟自己心爱的女人 私奔的真正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宁可伤害养育他的爷爷 这也要得到一切的真正原因 承朝群就是个冷漠无情 追求名利的混蛋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 你不要说这样的话 伤害我 伤害你自己 停手吧 超群 我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重新开始好吗 如果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 他就不能回头了 你还会选择留在他身边吗 你还会选择留在他身边吗 早去 算了 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这个结局 他已经预料到了 只是没想到 在他真正来临时 他还产生了不该有的幻想 所以 你其实早就已经放弃了 我们的感情 对不对 走到这一步 走到这一步 你觉得他还陪我感情吗 你觉得他还陪我感情吗 都不要 一条潜民 在街坑 都没有 完成了 做啥 工作人员 瑞凯 我 延民 语 雖借 失去你 想定谁有海底 没有目的 不太爱地多次见你 还以风声的美 小夕 小夕 医生 病人怎么样 你是病人家属吧 病人因为受到撞击 才会暂时昏迷 但是经过我们的治疗 现在已经基本没什么大碍了 只是送他进来的人 说他出事之前好像听说了什么 所以情绪非常激怒 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只有等他醒了以后 你自己问他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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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要有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我不想变成这样的 我 是他们逼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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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样子 真的很像小时候 安静的 简单的 快乐的 好像随时都能够醒过来 冲我微笑 冲我撒娇 一切都没有变化 我也想起那个时候 只是因为看到你的一个微笑 只是因为听到爷爷的一句还行 我就可以一个人 笑了很久 笑了很久 但是现在 我们都回不去了 等你醒来时 你曾经最信任的哥哥 将会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恶魔 你也不会再对他笑 对他撒娇 你会像堂堂的爷爷和奶奶一样 像躲避病毒一样 躲避他 讨厌他 而他 就要戴上面具 从今以后 他不会再为任何人 任何事 而开心地笑了 没有人 没有人在乎他 没有人站在他身边 一个人 拥有了整个世界 他其实什么都没有 不 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 什么都没有 就不会被任何东西牵绊 不会受到伤害 继续走下去 走到底 我一定要让 所有曾经残忍 抛弃过我的人 付出代价 小夕 先生 不好意思 小夕 先生 小夕 先生 先生 您不可以这样 护士 你知道程希在哪里吗 她今天出车祸 被送到这里来 你可以帮我查一下吗 你冷静一点 我帮你查好吗 请问患者叫什么名字 程希 程夫人 慧香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 看看程总 情况好点了吗 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对了 阿正呢 她没有在这儿陪你啊 她去找小夕了 她还是很关心小夕的 再加上 在抄群那边 我也不放心 现在程家 我们是回不去了 抄群这孩子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都快不认识她了 别担心了 程夫人 没想到 没想到 这都是我们上一辈造的孽呀 咱们两家发生了这么多事 就像一团乱麻 势力也理不清 捡也捡不断 结果 还连累了那些小辈 也许 让阿正和小夕早点成婚 就能避免这些伤害 妈 来来 阿正 怎么这么着急啊 我查不到小夕 你 我知道你不喜欢医院的味道 待在家里 你一定会感觉舒服一点吧 不知道 这种时候可以维持多久 多一秒 十一秒吧 你写吧 你写吧 小心 小心 我 我的头好疼啊 你不要乱动 医生说你应该好好静养的 医生 我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为什么要静养了 你不记得了 你在找什么 在找 在找 在找项链啊 唐正帮我修好的项链 到底去哪里了 你脖子上戴的不就是吗 是他 我忘了 我刚刚已经找到了 对了哥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不是刚才说要去游乐场吗 你都不记得了吗 说过吗 可能 是我不记得了吧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了 我只记得了 我从法国回来 然后 然后下了飞机 然后 哥 我到底怎么了 我 我为什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 我为什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小夕的 她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我 我 我是不是生病了 爷爷能 奶奶呢 爸爸妈妈呢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你说啊 哥 我一天都不记得了 我都不记得了 不要这样 小夕 小夕你别这样 哥 我好怕 我好怕 我为什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为什么 相信我 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吗 在我以为 会失去全世界的时候 时光居然倒转过来 回到最初的器人 成长局 你应该抓住 抓住他 你才不会一个人 凄惨的生活 你是谁啊 小夕 你怎么了 我不想看你们 在我眼皮底下一家人 和睦共处 我就要看你们 走投无路的样子 就想当初我爸人 我们要您 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在一个人身上 她是山水第二大活动 红山资本创始人罗浩然 不好意思 我知道了吧 就是 就是就是 我今天是代表一位董事 来参加会议的 程总您看 我相信爱 会是你最后的执着 我相信爱是 月空最美的烟火 纵然我们都曾哭过 闹过痛过 舍不得放开比赛双手 我相信爱会兑现 所有的承诺 我相信你就是 我最好的选择 原来是所长 也是快乐 别怀疑 爱情自有甜蜜 爱情自有甜蜜 爱情自有甜蜜